酒 酒没了 我去拿酒 你说 你到底在怕什么 你到底在怕什么 因为我跟你在一起的每一天都是借来的 借来的你懂不懂 借来的 你们以为你们不说我就不知道吗 我的毒根本就治不好 所情之毒 所情之毒根本就治不好 你以为我想这样吗 我喜欢你 可是我要把你推开 你以为我想这样吗 我想这样吗 我不想让你难过 我不想让你守着一个要死的人 你 别 不要 不要搭乱以后的事 我不会让你死 这些事你说我不算 希望 你希望 希望 希望 我不会让你死 绝对不会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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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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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 你什么都不缺 我也没有钱 买那么贵重的日物 我就想 你心里可能会寂寞 所以我就准备了一份热闹 希望你喜欢 我喜欢 刘光 这个 你还真的要谢谢那个死狼钟 他帮了我不少吗 是他跟我说 刘光呢 是南容的神鸟 常更新起时 他们便驰骋夜空 起名新亮 他们就清朝而归 他们能夜行千里 也可以一生被困在这里 总有有没有告诉你 刘光只有不足一月的寿命 真的 可是 他们从不畏惧死亡 当杨树将见识 他们总是沉香扑鼻 紫光萦绕 一个个像洛英般 终归泥土 做人也应该这样啊 活着的时候 光亮 死的时候 光彩 我曾经遇见过一个女子 她和我心底某个影子重叠 我因为想要看清楚她而接近她 却在接近的过程 慢慢忘记我原来的目的 我的一生 予取予求 从不明白争取和珍重 可就因为这个女子 头一次有这样的感觉 这种感觉强烈到 让我忘掉那个影子 只想看见她的存在 复遥 我希望你像这皎洁的月光一样 永远伴随我身侧 跨越世间 和生死 直到默日之中 能跟喜欢的人在一起 死又何去 花常在 人常在 一生之节 永不相负 天权几剑 天权几剑 军父皇帝并威 陛下 要热好了 我这一病 几日 朝中大宅 心思都藏不住了吧 目前看来 朝野之中 大多数人还是安分的 谁是大多数 谁又不是大多数 段大人收了翊王殿下 停 见重要的说 好 这是昨晚送来的密报 这是说豫王平隆的吧 陛下圣明 说给我听就是 倒也没什么十万火急的事情 就是说翊王这几日动作不断 先是与万州王的信使连日密谈 后有派人前往南戎 据说是要去给当地的几个王爷送宝贝 眼瞧着 翊王这是要对太子殿下动手了 太子现在怎么样 皇城的密信已经送达 想来太子应该收到了 只是 说下去 只是翊王在回朝的路上遍布兵马 太子此行恐怕是得多担心风险了 既然都决定要回去了 打算怎么走 因为已传来消息 前往天泉的往东和往西两条路 都暗藏着翊王的军队 他是看准了 我会立刻动身前往天泉 准备在路上伏击我 往天泉的路 并非只有这两条关道 还有一条 最为危险 但却也是最快速的路 戈亚沙漠 戈亚沙漠 要称死黄沙漠 是全无洲最危险 最神秘的地方 有人传说那里 是冥界的入口 这么多年来 从来没有人通过戈亚沙漠 而全山而退光 那你还要去 我愿意一试 二子相争 必有一生 汉林 奴才在 依你之见 我天泉国皇储之位 此二人谁更合适 立储之事 关乎国体设计 小的不敢妄言 汉林 你虽我多年 也算是我身边亲近之日 倘若你不说 还有谁 敢在我面前说真话 评审 是 但说无妨 太子激进 聪慧过人 心思藏得深险 咱晃一看 却似乎比翊王 少了些治君的狠劲 眼睛高了 又不屑笼络谁 翊王呢 正是 你不愿意